昨天的美國仍然持續的不平靜 美國的總統川普特朗普 持續用一種 用一種的比較高的姿態 在面對的面對群眾 今天已經進到了第八天 所以你看到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今天就講說他已經進到了第二週了 全美的抗議活動已經進到第二週 這次的抗議活動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他不只是規模不只是說這個是這一九六八年的金恩 這個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遇刺之後 那最大規模的 這個就是說以種族議題 所激起的這個社會抗爭事件 估計的全美八十個以上的城市 二十三週的國民兵的進駐 那最少大概三十個城市在實施宵禁 好那 打雜燒的情況 這些畫面的每天的都會都會都會傳進來 那這街頭上面的遊行集會白宮外頭的包圍的市場沒有一天的停止過 那他跟過去的不同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說 他他是他是當下的一個 一個 這半年 半年的就是說全球的政治經濟 經過了三年多動盪又發生了COVID-19的肺炎事件所導致的全球 記記活在就說呢 就說了 記沒有錢 又沒有命 又又又擔心自己的命 又擔心自己的錢 你要錢要命的都必須要成為人生現實的選擇的時刻 你要錢還是要命 要錢你就得冒死 去工作 還不一定找到工作 失業率齊高 美國呢 美國現在的失業失業人口估計的在這三三千萬以上 這麼龐大的失業 美國的黑人的人口的大概四千萬四千四千多一點 好但是呢這個失業的人口三千多萬 當然並不是失業的都是黑人 但是呢 但是呢非洲裔的美國人的是失業的最主力啊 因為 因為COVID-19 瘟疫啊 疫情 疫情最直接的衝擊的 我們說一級產業農業受創罪的最少 第二級製造業 次次之 服務業所謂的三級產業 三級產業 因為是人跟人接接觸的行業 所以受創最重 那這種服務業有很多的呢 都都是這種的中小型的 零售 通路的餐飲的 這種的前端消費的服務業 這種的服務業 對於 對於就是說 價格 跟 跟這種的市場的 氣氛的敏感度 非常的高 那美國的 美國的這種的就業 就越是市場 基本上面 聘僱跟 跟跟 解雇 像這種的 這種的行業的業態 他不他當然不可能是終身雇傭職 基本上面的 都 都是這種 都是零零時雇傭的形態 今天要要人的找個五個人進來 明天的不好 這五個人的 都解雇 好 所以失業率呢 非常非常高 那 這些呢 非洲裔的 美國人的 受創的 特別深 之前我們就已經講 我在疫情的三月份爆發了之後 我們就預期 當我個人 在節目當中的預期 美國的 美國的這個 這個對抗 對抗瘟疫的 抗疫的能力啊 是非常非常糟的 他撐不了 很久 就是他不可能藏身上封鎖 因為 因為絕大部分的美國人口袋里是沒有錢的 就是他 他這個這國家 看起來很富裕啊 第一個 他的社會福利非常差 他既不是個福利國家 有有很多的國家比如北歐國家 北歐北歐國家 北歐國家的老百姓知道 他被科了重稅 他的他的他的私人的財產不多 可是呢 他不用擔心 因為他呢 這個這國家呢 會提供 這個 這個國家裡面的所有人 基本上面的生活 醫療 以及老年的照顧 所以你會你你會覺得 即使呢 你今天已經搖搖搖欲墜 人生無以為 要倒下的那一刻 你知道你的後頭會有一隻手撐著 他有一個 一個相對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絡 讓讓讓你知道 那你倒下去的那刻呢 你不會呢摔的頭破頭破血流 甚至呢 甚至人就人就死了 不會 那個社會安全網 會讓你會讓你維持的 還可以的生活 因為你在你 你一生當中絕大部分你都被科了很重的稅 好了 美國就不是啊 美國的美國美國的這貧富差距其大所以呢 每個人的 每個人 大部分人的 平均的時候儲蓄率呢 只有五點多 不到六 那我之前講過在東方 在華人社社群裡面的時候儲蓄率都在三身三十以上 所以呢絕絕大部分就說 當發生這種的緊急情況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都有個大概 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應對的能力 但是美國人的事是沒有的 所以你知道他撐不了多久 一失業的時候呢 馬上就要衝出來找找工作 那美 每天呢 每個月的進到進到自己的手上的 別有要付的賬 賬單 每天呢 每天生活的基本的開銷 會讓很多無以為為計 當中川普的雖然發了發了支票 但是那些的那些的支票 不會讓讓這些人更有安全感 因為支票不能換成工作 好了 這些的這些都是完美的風暴 再加上 你想看從 從川普這個人 川普這個人的那種的 他從他的 從他的嘴巴裡面出來的 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的言論 已經 已經 已經慶祝難書 那因此 非洲裔的一開始的 還還還會有 有一點反應 後來發現的 你跟川普講跟沒有用 你告訴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子說 他繼續說 好了 慢慢的呢 對於就川普的那個胡言亂語 對於美國的這個社會本身的 本身的就公共談論的道德標準的 已經 已經免疫了 就這個公共談論的道德標準 對川普不適用 這件事情 是美國美國當下 一個很麻煩的事 很很複雜的事情 因為他是總統 你只要管不到他 美國美國美國不是 一黨專政 美國是一人專政制 就是當他當選了美國總統的之後啊 你你你真的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尤其 由 尤其川普還很懂得躲在的躲在的宗教宗教背後 美國的總統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的都有清楚的信仰 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的信仰都很簡單 都是基督教 那 川普川普也也是你不要你你不要看這個人 講話的胡言胡言亂語的 然後 然後一生當中 不管是這個狗狗狗皮倒倒造的事情也好 然後呢風流運運勢也好 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是基督徒 他應該是應該是長老會吧 但是雖然是是這樣 但是真正今天對於川普的最主要的支持力量或者是共和黨最主要的力量 是在這個世紀中葉之後的快速決決起的所謂的福音福音教派福音派 有人有人不認為他是個教派 那就是個福音派 福音派 福音派跟基督教的基本教一派之間是很難區分的 有人有人覺得是 是基本就同一個 是同是同源的 但是福音派因為因為之 因為在上個世紀的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 他們有過一些的一些全球性的集會 那跟一些的對福音派的就說了這個信仰的 敬仰的這共同定義 那也也發發表共同的聲明 所以這個福音派呢還是很努力的 在跟所謂的基本教一派呢在做在做區隔 但是不管怎麼講就是 呃他其實說他不是基本教一派 不過福音派的那些的 那些思考以及 以及在政治上面 以及他所他所追求的價值 跟共和黨的是高度的結合的 那對於對於對同性戀 對於墮胎 那等等的這這些的議題 那成為已經滲透同時支配了共和黨 因為 百分之七十的福音派呢 是是是支持共和黨 是非常公開的支持 他是共和黨支持的主力 福音派的甚至於 甚至公開公開表達的民主黨跟跟自由派 是他們的敵人 好那這樣子一個一個教派呢 不只是在美國 我說了在上個世紀七零年代的福音派呢開始成為一個 一個全球擴張的基督派的一基督教的一個 新教派之後 不只在美國 的政治上面很有影響力 我之前講過像是現在的國務卿蓬佩奧 蓬佩奧 就是個福音教派 當然對我對我們這種非基督徒來來講你要是區分這個教派那個教派他們的差別刀到到底在哪裡去是有是有點困難的 那 福音福音教福音教派是一個是一個是個政治上面來來講 很有動能的教派 所以呢他他在他的政治上面的的表態的是很積極的 所以我說福音教派 在上個世紀七年八零尤其八零年代之後 那成為共和黨的堅定的支持力量 到二零零九年歐巴馬上台了之後的隔一年 在共和黨裡面的查黨力量的興起 查黨跟福音教派跟三三三三個一黨的 種種族種族的優越主義 其實是緊緊的包裝結合在一起的 好了福音教派甚至我之前之前講過在 在巴西巴西現在的現在的總統 然後波索諾夫 巴西的巴西總統 這個是一個 在形式經歷跟人 人生的 人人生的簡歷上面來講的 比川普可能還要來得更瘋狂的人 那 巴西總總統 他在選舉當中之所以 大勝 作為一個一個極右派量大勝 因為 他很早就取得了巴西的福音教派的支持 福音教派 可以的付 你說巴西巴巴西不是天天主教 天天主教徒很多嗎 福音教派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福音教派把天主教當兄弟 這跟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統的分野是非常不一樣的 福音福音教教派的福音教派的反而對於基督教裡面的某一些比較比較自由教教派的 采取敵意 可是呢他會把天主教派的當兄弟 因此呢在巴西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影響力 巴西的基督教的活動三分之二大概都是屬於福音教派 所以誰能夠取得福音教派的支持 在政治上面的這個 這能量的就會的暴漲很多 而 不管是 不管是呢 這個現在的巴西的總統 或者是現在的美國總統 他們都得到了福音教派的非常強烈的支持 所以你在看待了這些的政治的時候 他背後宗教力量是很大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這些的國家美國是政教分離的 那是 太外行 美國 雖然憲法上並不是憲法的第一修正案當中來講的是禁止美國 美國的國會通過任何想把某一個宗教定義為國教的主張 這個是聽起來在那個在那個憲法第一修正案當中來講 擺上了一個呢 非常理性文明的陳述 那 不可以有國教 那 宗教是自由的 言論是自由的 新聞是自由的 聽起來自由自由自由 第一修正案的最核心的概念的就就是自由 他的憲法第一修正案 但是 你如果因此以為美國沒有一個國教 因此以為呢 美國的沒有一個 一個所謂的跟政治來講的高度的綁緊在一起的 讓你感覺到政教合一的那個力量 那那那就真的不了解美國 美國我都我常講就你即使拿到了你喜歡的綠綠色的美超 這 Green Box 你拿到你讓美超美超的上的上面上面的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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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四個英文字 In God We trust 我們信神的 In God We trust 那 美國的總總統 一定的 都是要扶著聖聖經的要宣誓的 你有沒有看到昨天川普做的那個動作 當 當昨天的昨天的白宮 白宮的外頭 華盛頓特區中的特區的 昨天晚上 那個是很奇妙的 就是 就是呢 就是我一外套外套是夜景 那我沒有我沒有特別去看外套的夜景 我 我前年前年 去年去年 前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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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白宮 去去去挖國華盛頓 D.C.呢就走了一趟 去去跟華人朋友們 去聊天去座談去演講 好了 但是白宮 前天晚上就說就前個晚上 洗洗燈了 当外头有很多的群众的时候和平示威的群众还在外头的时候他灯断席了 席的时候当他就就就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要抓人了是不是要开枪了他非常非常的惊惊恐 我我认为那个是刻意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事后白宫的解释的是是说因为他们要配合他们以身作则要带头呢要 要消禁所以就把灯给关了讲的讲给谁谁听啊消消消消禁没有没有说关灯好吗 好那 一关灯的时候大家的就很就很紧张 另外另外一幕的是 因为 当中穿在之前媒体的报道 那那个是真的就是呢 当当群众晚宝白宫靠拢的时候包围着白宫的时候呢 那白宫里面的这些就是呢安全安全的一些系统的就把就把当中穿不然就带到了白宫的地下的碉堡里头 他两次进碉堡 但在碉堡里头呢他还是在发推特 就继续发发的记忆计算骂 骂州长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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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象中的左派罗罗罗民主党罗罗外头的群众罗召唤国民兵啊然后 然后呢昨天发的最后的推特就说呢已经抓了很多很多人太太棒了 那但是 因为呢因为躲在碉堡里头发推特这件事情见光了之后呢被媒体笑得要死 他觉得呢 觉得他当川普不是呢都喜欢摆摆出一副呢那个 住在纽约的西部牛仔的形象 手网的这个要一拍就说我出门都带枪 那觉得呢是是就是共和党的基本上是是永永枪的 但是但是你怎么可以呢讲话这么大声结果呢不过一些和平示威的民众呢就包围了白宫之后的结果呢你就能躲躲到碉堡里头 那当中穿我们的据说的大发雷霆觉得消息走漏有损他的形象 所以昨天刻意的安排了一幕就是他他从白白宫里的走 走出来到哪里的走出来 你要走走出来不容易啊从总统要要走向的示威示威群众不容易你要在前前置的作业很复杂的就这个这个动作确定要做的是时候当事前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先要动用的白宫的白宫的这个周围的安全系统把所有的示威的人群尽量往外头挤要排除 那把示威的人群尽量往外头挤呢排排出一个一个非常的广阔的空这个通通道 他搞不清楚要要干什么 结果呢这个通道的排开来了之后 终于知道了 当中穿不出来了 当中穿不出来呢 到了到了白宫的旁边 的这个叫做圣约翰教堂 到了圣约翰教堂的手拿着圣经 让媒体拍拍照 哇那个像法克斯news把这一幕的讲的那真的是感人的不得了 就就是就是那当中当中穿的用宗用宗教的力量的在跟在跟着所有的群众的对的对话大家的深受深受感动仿佛的又又又感受到了天启感受到的神到我沐浴在这个神的圣灵的光规里 拿着圣经 拍照 当然这下去就就是看看这个圣约翰教堂的反应了这个这个圣约翰教堂是白宫 白宫的呃就是华盛特区的地标 呃 他的历史跟跟美国的建国史的一样长 美国的历任的总统几乎呢都都到过了这个圣约翰教堂做礼拜或者是办办活动 那但是当川普来 总总统因为这个教堂的被昵称为了总统教堂 总统来应该天津第一吧 但是这这次总统的当中穿我们来来了之后的 那个主主教出来把当上臭骂了一顿 为什么 金广告回到了 你现在收尽非得不法非得早餐我更新些数字 因为因为美国的美国的美国这个数数字一直都在都在update 我讲的不是疫情我都我我讲的是说这一波的这一波的这个抗议啊 那反政府的示威有游行活动 那到到到这个昨天 那已经有140个城市 都出现了这样一个示威游游行 那国民兵的在 我刚讲23周他在26周呢都已经了都已经进行了部署 那因为呢因为川普川普宣布说各州州长的如果不妥善处理纷扰的状况并且保护民众 我川普说我会动用成千上万的重武装部队 动用重武装部队跟 跟跟跟天安门事件的解解放军有不一样吗 当你听到川普这样讲后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 所以他会觉得或者川川普真的真的真的是个疯子 可是这就是川普啊 明 民主不保证这个社会给免于疯狂 免于灾难 相反的就是说呢民主往往会合理化 所有的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疯狂 好那全美国呢现在呢 现在现在宵禁的呢不是只有只有40个城市 现在已经不是只有25个城市 现在已经超过40个城市 包括华新登DC啊现在呢都在实施呢宵禁宵禁的时间 当各个地方不一样啊 但是最最长的宵禁的从傍晚6点就开始了 到到凌晨6点钟啊你几乎一天少了一半 好那刚讲讲这个讲这个圣是圣约翰教堂这个这个这个圣约翰教堂 这个圣约翰教堂因为跟美国的历史有关了 他应该是一个 他应该是 是是基督教会里面的圣圣圣 圣公会的教堂 那这个圣公会的教堂教堂就是就教堂吗 做做礼拜美美美国美国历任的总统管理省什么教派反正当总统之后要做礼拜啊或者说要办一些宗教活动的时候经常的都都在都在这个呢 这个这个被称为总统教堂的圣约翰教堂 那当中穿的第四来当中穿的来了来了来了之后呢拿着圣经的在外头拍拍照 仿仿佛仿佛就是就是借用圣圣经因为因为圣经那个手拿圣经的动作一般人可能不太懂但他他是一个宗教上面来讲非常清楚的召唤我刚讲的福音派福音派的一个第一第一信条福音派的第一圣条呢就是呢高举圣经把把圣经的把圣经的推到了一个对于基督教信仰当中至高无上的位置就所有有关于有关 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奇异都以圣经圣经作为一个终极解决 所以他也不再跟你讨论说什么三位一体讨论讨论讨论耶和华耶稣圣母玛利亚之间的关系那那天主教的跟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他基本上面高举圣经所以你看看川普那个动作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动作背后的宗教的 召唤就是许多疯狂的川普的支持者看着川普做那个动作走了这样子一段路然后呢整整个晚上的时间 把人群排开那些示威的人群搞不成有情况之后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安全人把大家的都排除中间的也发生了一些推挤 结果呢没多久就发现川普出来了 川普出来除了要洗刷那个呢我躲在地窖里面的那个印象觉得那川普是个是个是个闹就像 就像呃赵赵刚先生的就就骂川普闹啊所以呢 所以说川普的就走出来证明就说了我不闹 好那 出来了之后呢到这个圣约翰教堂的手举的圣经面对见头家拍完照了之后 走了走了之后呢大当然去去访问访问圣约翰的教堂的主教主教呢把川普臭骂了一顿说呢你来了既没有忏悔也没有祷告你把你把圣约翰教堂呢这么一个一个神圣的地方美国两百多年的开国史总统历任的总统几乎都在这叫做总统教堂的地方结果你把他当作是个作秀的地方拿着圣经拍完照就走了 虽然这个主教呢也没有对川普那个动作呢多做诠释但是你就当作是唐湘龙的全诠释吧以我以我以我对于就是说呢美国的这些的基督教教派之间的这些的文化的一点点的粗浅的了解那个是一个很标准的召唤的动作 在召唤的基督教里面的基本教一派福音派 把他们的那个 奇奇党啊就是就是仿仿佛那就被附身了一样 所以川普呢其实是在号召白人的宗教力量 然后呢在作为呢他本身的主要的保护力量 可是 我我觉得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示威活动他最大最大的特征 非常的不同你要知道在过去啊 不是只有川普遇到过这种黑白种族的问题不是只有川普任内的才会遇到过呢白人警察的警察的就是打死黑人 或者黑白黑白冲突的时候 那所引发的这黑人或者是少少数族裔的反抗 不是 很多总统都遇到啊管理民主党共和党的都会遇到啊 但是 只有川普遇到的时候 那个游游行跟反政府的活动很快就变了调 我所谓的变调并不是打杂烧啊那个在美国司空见惯他不是变调 那变调是说在过去所有的这种的黑白的黑白的冲冲突 尤其警察跟跟所谓的黑人嫌犯之间 那或者警察的就是反正的过度使用暴力然后那警察的警察怀疑就说呢有有有这个所谓的暴力歧视 就是他用暴力的时候呢 其实是是对于不同的肤色的是有说不同的暴力等级的 这种的冲突都都会发生 但是 当当黑人 非洲裔的美国人受委屈的时候呢开始的上街头抗议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基本上那些的抗议的对焦都很清楚几乎不会把那个抗议的焦点的一把把手一转转到的转到政治上头直接的转到联邦政府转到白宫转到白宫里面的那个美美国总统 所以你在过去的过去的所有的这些的黑白冲突里面你几乎不会看到 就就是呢最后把焦点 对着 美国的总统 基本上面 大概就是在 那个事件本身以及以及黑白平权的问题当中去讨论 所以呢这个 Civil Right Civil Right当然是美国的一个严肃的课题我我我刚讲了从这个马丁卢特 King 那被暗杀了之之后 他他使得 我我觉得稍微提到一下大家对对今天来来讲称他是一个 称他是一个 政治的政治的心理治疗治疗师 称他是一个给美国灵魂的人 那 但是 马丁路德金恩 之后的这些呢所有的抗争的事事件基本上面都都会对焦在那个事件或者说黑白的议题上面 对焦在Civil Right有没有的更具体的落实这件事情上头 可是这次不是 这一次 最少是我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我从念高中念大学开始关注国际事务以来 第一次看到 一个抗争事件的第2天 整个的焦点就开始对着美国的联邦政府对着白宫对着白宫里面的那个总统 第1次看到 而到了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 其实 许多的许多的谈论已经 已经诉求 已经不是在那个事件不是在 压压死了这个 Floid的这个警官的叫肖文的这个警官 所有的所有的诉求已经的不是在一个抽象的Civil Right 或者说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许多的都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清楚的 一个敌人 的形象 就是Donald Trump 所以他形成了美国的这一次的示威活动 是历来看到的 黑白种族议题的一炸开来之后的直接变成是 一个反政府运动 反川普运动 而且在海外也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特别的情况 就你你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 一个 一个理论上来讲跟跟川普相相隔十万八千里在明尼苏达州 在明尼苏达州里面的明尼亚伯利市里面的一个白人警察叫做肖文的然后 然后然后呢结果呢结果的跪在 跪死了这样子一个黑人 Floid 那这两个人基本上面都是 Nobody 但是顶多只是把一个白人压着一个黑人把压人黑人给压死了这样子一个清楚的照片 影片跟图像当作是黑白的就说呢人人权问题的讨论的焦点 可是这一次很快的就转移了 转移到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要特朗普下台 要川普下台 所以把一个一个黑白种族议题直接变成是一个最高阶的政治问题 同时因为距离选举身上五个月他跟选举成仅仅的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全美的反反川普运动的崛起爆发 他不会是只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他会一直下去 到选举的投完票的那一刻 这个事件都不会完了 我刚才想说我 你要意识到就说这一次的运动他最大的特征他已经是一个政治运动 他已经是一个反川普的运动 而过去美国这种黑白的冲突种族的仇杀 每隔一阵子就会发发生个发生个几的几回 规模更大的 更血腥的 常常看到 历史上面太多了 洛杉矶的暴动大家历历如在目前 可是也没有变成是推翻政府的诉求 但是这次是 反川普 反政府 川普会紧张 川普要动用国国民兵 川普的说到重武装部队的去镇压 你可以说他瘋了 可是因为 他没有想到 一个 他不认识的 Floid被跪死了 在美国跟司空见话 我说美美国最少一年有三万人是死于枪枪下的 结果跟我川普有有什么关系 竟然变成反川普运动 尽管告回头了 好最后呢我们我们看这这起的事件 这起的事件 他已经 重点已经不在于黑白 重点已经是在 一个 一个美国的政治上面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在这场选 选举全面激化 而且呢开始跟跟社会运动结合的选举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压力就非常大 今天他不只要面对疫情 他还要面对面对一场 一场就说已经跟社会运动跟种族主义运动结合的选 人情 当然说那川普一定不会赢吗 不 川普2016年怎么赢 2016年民调他还输希拉蕊一个百分点 他怎么赢 他除了很精算的我们之后呢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就说呢建的建桥分析帮了很很很大的忙 最重要的是他很有效的召唤了白人 跟 宗教的结合之后的内股的力量 白人终究占百分之七十啊 川普如果持续的去召唤白人的33k党的幽灵川普不见得会输 会输出来 zie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